家人们可千万别刷错织羹鸟的养成材料啊 织羹鸟登场之后 无论是追击队的玩家 还是缺同学角色的玩家 肯定都想要抽取它 所以更有很多开作者 现在就已经开始提前准备好 织羹鸟的突破材料了 可很多开作者到现在都不知道 其实可能自己已经刷错材料了 这里我们以一个80级的织羹鸟为例 所需要的突破材料有 389万信用点 290本大经验书 18个云记音符 69个空记小节 139个天外乐章 56个虚梦元件 71个流梦闸门 73个造梦马达 65个星际和平工作证 12个住星运灾救恶 以及8个命运的足迹 其中的星际和平工作证 是新的突破材料 需要等待2.2版本更新之后才可以刷取到 所以大家可一定要注意 可千万别刷错了 自己现在还差多少突破材料 也能进入米游社来自行查看的 除此之外 推荐直羹鸟的仪器是 攻击2加2 理由是2快将手 加2细球 内拳则更加推荐 翁瓦克两件套 可以增加充能以及速度 这两个词条都是 之羹鸟很需要的 光追方面除了专屋以外 也可以携带软霉专屋 镜中护舞 主要是吃这个武器的 球艺增伤 以及全体回能效果 压压专屋 但战斗还未结束 提供充能 回点以及单个角色造成的伤害 2.2星光追 为了明日的旅途 这个是属于 之羹鸟的小专武了 可以增加攻击力 以及大招后造成的伤害 记忆中的模样 主要是吃这个武器的 回能效果 如果以上讲到的武器 你都没有 那么也可以使用 三星武器轮器 主要也是吃 这个武器的回能效果 所以准备练之羹鸟的玩家 也是可以提前为他 选择好合适的仪器光追 来提前养成了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 也是先给大家带在这边 喜欢的视频 也是一定要记得 一键三连 本期视频点赞过3000 立刻更新下一期 我是鬼刃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